台股周四开高走高收复一万七千点整数关卡 中场涨了一百五十二点四点收在一万七千零七十八点 成交值两千五百零八点九亿元 包括全产电子金融全面走扬 推升台股强势反弹 其中伺服器管理晶片厂信华表现超强势 一举超越大力光让台股股后换人当 台股一甩恒大阴霾 市场传出北京当局似乎有意介入恒大的债务问题 将改成国营公司成功缓解外界担忧情绪 政府不会不救 只是说他需要看怎么样方式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觉得比较可能走海航的模式 先让他股东自救 然后慢慢的去重整 另一个引发市场关注的 就是美国联总会结束为期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 会后利率按兵不动 但暗示很快将会缩减购债 鲍尔对整体货币紧缩政策给出明确的方向 最快将在下一次会议也就是11月宣布缩减购债 联总会是有秩序的让货币紧缩 所以对于整个股市的影响 相对来讲他不确定因素拿掉之后就不会这么大 预估未来每个月将缩减100亿到150亿美元 到明年中结束购债准备升息 三立新闻 余城湖吕裴军台北采访报道